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大家一起经过了三年的疫情 那作为一个创作者吧 经过的社会环境 其实应该要有一些反馈反除 那所以其实利用这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 讲说二十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们应该知道 然后同时也是 我相信在座现在所有的人都一起 跟我们一起经过了这三年的封闭 那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可以一起共感 然后我觉得蛮好的事情是 我们经由这个故事 去不能讲回味 至少留下一点点记录 我们一起被封住了三年 然后我们终于大家一起走出来了 我是大概七年前看到这个剧本 那因为其实我长期做监制的工作 一直在找各种不同的故事 然后七年前看到这个剧本 觉得是跟台湾所有的观众 都有很深切的关系 然后大家看了以后会有 共同感受 一个有可能产生共感的电影 所以慢慢发展 然后一直到今天可以来奇幻首映 那因为其实剧中啊 很多医学的专业 是非常的专业 请问两位有在做的时候 有做什么样的田野调查或功课吗 有耶 因为时间蛮长的 就是从2016剧本到2019的第一阶段开发 2019到2022拍摄前第二阶段开发 我们从编剧开始到导演进来 团队访问了非常多的医护专业 然后也有当年SARS期间的参与的媒体记者 都有非常多的访问 然后拍摄期间 我们拍摄期间有二三十名的医护 在现场陪伴我们 就是包括一些专业的 大家就会看到的一些手术的场面 都是有真的医护人员在里面一起参与 听说编剧也是 曾经也是医护人员 是是他是急诊室的护理师 现在还是 那导演 导演要做 哈哈哈哈 一次问完我的 再一次问完他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 有做做什么研究吗 你说关于专业的部分吗 呃 我觉得这我们有点偷懒的部分 是因为我们编剧真的是个医护啦 对 那他我们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需要一个医疗术语或是我们需要理解一个医护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可能会做什么反应 我们就转头问编剧就可以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有点点就是就是避应于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背景 对那当然实际上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比如说手术的场面会有很多跟医疗的部分其实不是一个护理师能回答的上来的部分 那我们像刚刚监制讲的我们有二三十位的护理师有些人在现场 然后医师是我们的咨询的对象 然后我们跟他们学习一些医疗知识 然后同时也让演员有机会跟他们一起 呃就是理解这个医生的工作的一些细节 对 那因为四位演员在剧中其实都有各自很鲜明的角色 当初我怎么会找四位来一起加入一个正式的课程 哈哈哈哈 先讲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选角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的波折 我们大概在故事成型的时候 这些演员就已经在我们的很想要合作的名单里面了 那没有说什么就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绕了绕去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首选我们在写作在最后的改变过程当中 其实就已经跟他们有一些交流 然后也利用他们原始的他们自己本人的一些特质去 稍微微调了一下这个剧本 然后让他们有一些更合拍的一个表演 那我来把问题交给四位演员 像进华是跟杰鲁有对手戏 然后柏杰是跟志宁有对手戏 你们各自有做哪些功课 因为你们角色都有各自的专业 你们在节奏这个剧本时有先做哪些研究跟功课吗 然后跟对方的对手戏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话因为我在里面是演一个护理师 那就是除了刚刚导演还有监制有提到的要做一些 比方说像我要去学插尿管或是CPR之类的 技术层面的东西以外之后 还要学说怎么跟病人沟通 那在现场其实都会有一个真的护理师在旁边 就是我演完我会问他说 我刚刚说这些是合理的吗 或者是刚才这些互动你会怎么做这样子 然后就是尽量以他的经验去做调整 那在戏中还有跟杰鲁有感情戏的部分 那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合作过一次 但是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我觉得是重新认识他这个角色 然后在下戏之后其实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在培养感情 对 那杰鲁呢 就是 好就是先从分享跟静华合作的那个心情开始 就真的就像静华刚刚说的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有合作过 可是其实那时候的状态比较偏青涩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交流就更加深入 然后也聊了蛮多 应该说 小秘密吗 对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那个状态下的那个情感连结是很深的 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一次合作 就更认识的进化这样子 然后在前期我们 因为我现在的角色是医生 所以我们前期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排练 因为里面有非常多急救跟大场面调度的戏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重来的机会 就抱持着一个希望可以一次救过的那种心情吧 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呃 我们除了在前期学习的急救的那些过程之外 呃 每个医生或者是每个不同的人他们会做的选择其实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一次因为跟 有我们有剧组安排就是专业的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所以我们 呃 医生也知道剧本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可以讨论的更深 就是说 那如果是心眼这个角色 他当下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部分 对 就是更贴近这个角色 贴近一个人 嗯 冯朱皮 对冯朱皮 我们那个手术的戏其实真的呃 在练习的当下 我们是拿猪皮来做练习的 所以他的触感很接近 真实吗 虽然我也没有碰过真正的人类 对 可是因为一开始我们练习的时候是用香蕉皮 所以香蕉皮就很软 可是猪皮穿起来就非常的有那种 韧性 韧性 然后钻过去的那个瞬间心里面就会有一种 很舒坦的感觉 很疗愈 很疗愈 对对对 还有做医生的天赋 那赤林跟博姐你们在剧中 火花四色 那最后有点香蕉皮 火花四色吗 我怎么这个眼神 为什么没有感受到我们两个有火花四色 因为那时候你太压力太大了 对 可以分享一下这次 你说对于角色的研究啊 跟两位最继终互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的研究 没有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们三位都是医护 然后我是被困在里面的记者 对算是一个 呃 讲新闻嗅觉比较明明的人 然后 也 我自己觉得蛮 某种程度上算蛮嗜血的啦 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那种人 然后我现在又在第一线 现在我放出去的消息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说谎 大家也会跟着我说谎 对那种 对可是后来在里面一段时间之后 他跟着大家一起经过那些事情 然后所以他的想法上有一些改变 那时候跟博姐对戏的时候 我第一次跟博姐合作 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 那只是会觉得他有点 心 我蛮心疼他的 因为里面金友中我的角色是蛮油条的 然后都很松啊 然后就是 就是随时等着看他们在看 等着他们看他们 看他们好戏的感觉 然后博姐那时候是压力很大 就是他只是很焦虑 然后就是 他的角色状态 所以他一直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 在现场的时候 跟他两个这样子 都在角色状态里面蛮好的 只是 我看他一直这样这么紧绷 我会觉得有点 不舍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又很 就是 对所以就是角色状态啦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是蛮有趣的 嗯 我觉得就是跟 跟事情合作 我觉得 他会让我有一个很放心的感觉 然后他 给我很多反馈是 是是很浑南天成的 所以我觉得能跟他一起合作 是不是很幸福的 嗯 那最后要问大家 再次是 今晚是 一起在 人说是世界首映 我们的心情是如何 紧张吗 期分 期待 哈哈哈哈 这已经冲在你那里了 对对对 世界首映 其实蛮紧张的 对 就是说 不会讲 就是 肠肇症发了一件事 所以 蛮紧张的 蛮紧张的 就是第一次 也就是等于一个完成 要把小孩子送出去 然后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都喜欢他 嗯 对 嗯 你要补充吗 老师 呃 紧张啊 我不知道 我 我其实 我 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四月 有点像在联考 对 就是好像有很多考试要考 这样 然后所以 今天就是一个大考日 这样 我早上 我刚刚要来的之前就是 真的有一种瞬间回到 就是二十几年前 那种要上考场的感觉 对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题目 对 我很好奇观众怎么看这个片子 然后 呃 很好奇大家的喜欢在哪里 或者不喜欢在哪里 我觉得都 很期待 嗯 那四位呢 你刚才讲的四位呢 我就希望观众会喜欢 对 嗯 请大家多多指教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很很期待上映之后 可以就是带家人朋友来看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作品 我从里面得到很多力量 嗯 赞 就 希望 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回到跟之前一样 然后一起去看电影 或者 一起去 做任何的事情 对 上映的日期 四一四 一起讲 好一起讲 一二三 四月 十四 哈哈哈 完全没默契 来我们讲四月十四号 大家进戏院一起看一起 好 来 一二三开始 四月十四号 大家一起进戏院 看一起 大家一起进戏院看一起 这是一起的 今天是 姚华姚华姐 跟导演 林靖安导演 我们一起来合照 好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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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最后一点吗 嗯 再往里面的左边 再往里面的左边 再一步 好 好 我们看看中间哦 在这边 哈哈哈 今天是一起的 世界首映 在金马尼 卖赢 好 两位这边谢谢 我们看一下右手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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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请两位 谢谢 那我们要请我们这次的 主作演员 我们各自的单拍 我们先请博蝶 王博蝶 来 这次他饰演是一个 呃 中餐外客 中间 来 中间 来 中间 现在中间哦 好 右边 来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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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哪边 看哪边哦 中间 先下一个 中间 好 好 好 我这在 我这嘴巴 我这嘴巴 什么嘴巴 嘴巴 我这嘴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心急是不是 那我对 啊 我对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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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位哦 哈哈 好 谢谢 来 我们要请 这次在里面演员很正义感 实力很深的 護理师 詹静华 余华来 来中间 来中间 好 这里谢谢 OK 谢谢 然后看中间哦 好 谢谢 好 这边 中间 他的衣服款式 其实和我们主持续的 都比拥有点像 或是穿袖 然后 右边 好 来 现在右边哦 好 这里 谢谢 有左邊 等一下 來 前方 中間先低低一點點 來 左邊 左邊 看一下 前方再看一下下 OK 我們在邀請的是跟各位的職業有點相信的 薛士林在最中演的是一位新聞記者 來 您的衣小不是我們一大戶啊 這麼會兩戶啊 很會勒齁 很會勒齁 瞬間瞅了就知道 然後中間 來 右邊 怎麼那麼短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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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右邊 你要換個機器嗎 換個姿勢帶 右邊 沒有這麼好笑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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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大傑儒 傑儒 他在劇中跟神計劃有非常多的對手戲唷 在旁邊 在旁邊再一邊 好 再來中間 最終是也非常有學習精神的一個藝術 好 方向這一台 謝謝 我們從右邊 到左邊 來 左邊 左邊 可以的 來 中間 來 中間 好 好 中間 好 左邊 再往左邊 左邊 好 中間 好 左邊 好 中間 再往左邊 好 中間再一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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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右邊 好 可以嗎 來 請教 我們請教華姐跟向導演 因為我們就是習慣了 做一個 我們先改一個大口罩 最後呢 我們先來六位 一起來 今天是世界首領人家期待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 來 中間 好 來 看一下右手邊 來 走 來 左邊 走 來 這邊 來 左邊 來 左邊 來 左邊 左邊 進去 左邊 好